位在秀古鸾溪旁的阿美族幼儿园 中文明市河边学校由南岛鲁马社设立 而校长马耀比后是希望能够找回海洋土地与人的和谐 那么根据统计在花林地区采全族语的教学幼儿园只有两间 那么经费来源主要是自主自愁的经营营运模式 那么全程以族语结合在地生活环境教学 尤其富与马耀也指出了 在体制外办学是相当辛苦 也非常认同族语传承的理念 阿美族语又为原位在玉里秀古鸾溪旁边 中文明市河边学校 由南岛鲁马社来设立 校长马耀比后希望能够找回海洋土地跟人的和谐 守护他们共同的家园 由于族语存世受到严峻的挑战 许多部落也开始运用各种方式进行文化教育 由西部表示未来将规划多长的活动 来提倡族语传承文化永续的重要性 那我们是鲁马社鲁马是家的意思 希望可以重现过去美好的家园 如果有的话可以留下来的价值 如果失去的人就能继续重建 那我们希望做的是一个全阿美的学习的空间 那简单讲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 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听自己的故事 用自己的语言学习自己的文化 不只是阿美族 我们希望客家的朋友 也没有可能用客家的语言听自己的故事 学习自己的文化 根据统计花林地区采全族语教学的幼儿园只有两间 经被来源采自主自筹模式来营运 全程以族语结合在地生活环境教学 游西部鱼马耀也指出 在体制外办学相当辛苦 也非常认同族语传承的理念 我们已经在去年的9月已经在开学了 但是呢我们目前还没有教室 那没有失去过土地 没有失去过语言 甚至没有失去过文化的人 永远都不晓得我们心里面的痛 那现在呢语言既然要消失 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担忧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不做的时候 老人一个一个的凋零 所以呢我跟马耀比后 马耀比后在那个地方也就是 全美与和平教师的校长呢 他也到了就这个地方 那我们希望为他们开议学校 现在我们已经开学了 但是没有教室这件事情 让我们很痛苦 那本来是只有四位 今天这次开学到八位 最快好像很快要到十五位 对不对 虽然校弟要和政府合作 但是马耀比后强调 为了维持运作的独立性 不会向政府申请任何经费 全部自行小额募款 也因为向政府申请经费 会有很多的规定 关卡的限制也不知道会拖多久 可能最后就做不出来了 不像他们说开学就开学 2019年的9月2号 他们就办到了 记者高雙声预见才报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